昨天有个传言,说某位网红大V4700万的杠杆盘爆仓了,扛不住就跳了楼 然后呢大V发视频做了澄清,他没有跳楼,而是去庙里面给股民上香祈福了 俗话说的好,新手死于追高,老手死于抄底,而高手就是死于杠杆 因为杠杆一夜归零的大佬真的是不在少数了 但也有很多朋友吵了多年还是不太了解杠杆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科普一下杠杆的基础规则好了 杠杆一般来说指的就是券商的融资融券业务 也就是找券商借钱炒股票 你可以融资做多,也可以融券做空 我们先说融资好了 融资指的就是借钱买入股票,等股票涨了以后卖掉 再把借的钱还给券商 这么做可以起到放大收益的作用 比如说你本金只有100万,股票涨了10%以后呢 那你只能赚到10万 可是如果是融资100万买入的话 那涨10%就能赚20万了呀 那融资最多能借来多少钱呢 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你账户里面已经买了股票了 那你可以用已有的股票作为担保 一般能够借来股票市值的70%的资金 也就是说如果你满仓股票以后融资的话 那最多的仓位比例能够达到170% 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现在是空仓的 账户里全是现金 那就能借来更多的钱了 现有规则下一般最多能借来现金比例120%的钱 那么最高的仓位比例就能达到220% 100万现金以最高融资买入 相当于买了220万 那么上涨10%就能获利22万了呀 但是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呢 如果100万现金满融买入 那就得盯紧您的担保比例了 担保比例呢 就是总资产除以总负债 它一旦低于150%的话 就会被券商提醒警告了 低于130%就会面临着强制平仓 当然了这个比例是可以协商调整的 但也调整不了太多 反正一般来说呢 满融下跌40%到50% 就会面临着强制平仓 血本乌龟 而融券呢 就是可以借券来做空 比如说一只股票10块钱 你不看好它 你就找券商借1万股卖出 下跌到8元的时候 再把这个股票买回来 再把股票还给券商 中间这2万元的差价不就归你了吗 融券在A股的总体比例会远远低于融资 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么这个两融业务呢 是要收利息的 一般年利率在5%到6之间 按天即息按月扣除 它的利率跟交易佣金一样 也是可以找券商协商的 反正呢 这个杠杆主要就用于放大收益和做空 同时也可以当日买入 当日偿还 这就实现变相的T加零了嘛 但是同时呢 它也会伴随着放大亏损 血本无归的风险 开通两融业务的硬性条件 一个是账户里面得有50万以上的资产 一个是交易满6个月 但是就算您账户里有50万 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的话 肯定是不要用杠杆的 如果你非 刹车问题被实锤了吗 特斯拉现在是启动了上百万辆车的大召回 一直以来都被吐槽说 刹车刹不住的特斯拉 在5月12号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了召回计划 要求从5月29号起召回近4年多以来 进口和国产的110万辆车 要知道在这之前 特斯拉一直都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每次一出事故呢 第一反应就是用户错了 甚至反手就起诉用户索赔500万 难道说如此强硬的特斯拉终于也服软了吗 那至于召回的原因呢 官方的说法是 因为特斯拉现有的这个操作方式 可能会增加车主长时间 雾踩加速踏板的概率 增加车辆碰撞的风险 存在着安全隐患 怎么解决呢 通过远程的升级 给车辆提供新的功能 好降低这种刹不住的风险 在这里呢 就有必要说一下特斯拉的刹车策略了 咱们传统汽车呢 是左边是刹车 右边是油门 它分的很清楚 时间一长呢 其实就形成肌肉记忆了 要减速就踩刹车 要加速就踩油门 不用加速的时候呢 脚可以轻轻点着油门就可以了 或者是放到刹车这边 预防紧急情况的出现 简单但是有效 可是特斯拉呢 它是所谓的单踏板的模式 踩电门是加速 但凡松开一点就哗啦啦减速了 所以呢 车主就得一直踩着电门 要刹车的时候呢 再赶紧换乘踩刹车踏板 那问题就出在这里呀 当你在开特斯拉的时候 为了保持前进 右脚得一直放在电门上 而油车呢 它是只要不加速 脚是可以放在刹车上的 当需要减速的时候 由于肌肉记忆 就会有很多司机 它很容易一脚踩下去 反而变成加速了 所以呢 不管是国外经常抱怨的 什么自动加速 还是国内大家说的杀不住 其实本质上呢 就是这种新的操作模式 和既有的习惯产生了冲突 而且呢 这种事越是老司机 它越容易出事 新手呢 反而更好适应一点 像之前特斯拉 一直不承认自己有错 但是从这次召回的情况来看呢 严格来说 其实也不是质量问题 但是客观上来讲 这种操作模式 确实会增加交通事故的概率 所以呢 还是得改 我们知道特斯拉开启了 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革命 马斯克也因此功成名就 一度登顶世界首富 当然了 这一切 离不开咱们中国的助力 而我们的汽车产业呢 也正因为这一股电动化的潮流 实现了弯道超车的目标 但不管怎么讲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不可避免就会存在着 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 比如说大家经常会吐槽的特斯拉这个刹车问题 以及其他的国产品牌的自然问题等等 有人可能也会说了 刹车只是习惯问题 电车自然只是概率问题 但是当涉及到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问题的时候 再低的统计概率落到当事人的身上 那就是100% 那就是难以承受之痛啊 所以呢 我觉得聪明的企业 应该顺应消费者的呼声和诉求 而不是傲慢与偏见 三姑夫六大姨都已经跟你哭诉 说他们买个理财产品爆雷了 钱拿不回来了 你还会继续打算买同一家机构的理财吗 可是现实中居然有一堆上市公司 在明知道中荣信托已经爆雷的情况下 还排着队去送钱 结果呢 就跟鞭炮一样 噼里啪啦的都炸了雷 所以说 这是人傻钱多吗 这些公司的管理层到底在干嘛呢 最近陆续有上市公司发公告 说自己踩雷了中荣信托的产品 其实呢 自从打破钢队之后 理财爆雷的现象不稀奇 但是仔细看看 最近这一个月以来的案例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事啊 真的是太不堪了 俗话说 明知山有虎 那就别去明知山 但是呢 这些爆雷的公司 几乎都是在之前已经有公司公告了 踩了雷的情况下 还在义无反顾的继续去送钱 然后就这么雷掉了 都有哪些公司呢 科创版的公司 常光华星在1月3号公告 说他们公司在23年的1月份 买的6000万中荣信托产品 逾期 本期无法全部兑付 公司会先计提4800万的损失 还有23年的12月29号的晚上 祥瑞生物 安利股份 传制教育分别公告 说他们在23年的3到7月份 买的中荣信托雷了 更早一些的 23年的12月23号 法师龙公告 23年1月份买的两笔 一共6000万雷了 还有安基食品 在23年5月买的500万 金房能源在7月买的两笔 总共9000万也都雷了 这名单要继续列下去的话 会很长很长 基本上你要是到 剧潮网上去搜 逾期兑付 你会发现前面5页里面 涉及到的40多家上市公司 几乎全都是采雷了中荣信托 或者是中植系的产品 雷爆了雪崩了 但这些雪花 真的不能说自己是无辜的呀 因为这些公司 买入中荣信托产品的时间 大多数是集中在23年的3到8月份 而且从程序上来说 也都是经过董事会 股东会审议 集体决策完全合规 可问题是 中荣信托所属的中植系的灵魂人物 谢志坤 是早在2021年的12月18号 就突发疾病去世了 2022年的10月17号 塔牌集团 人家也是上市公司 已经发公告了 说他买的中荣信托产品逾期 23年的3月28号 塔牌集团再次公告 说中荣信托产品逾期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呢 集华集团也公告说 自己买的中荣信托的产品爆雷 这么多显眼的连续的信号 但这些A股公司 难道都是根本看不见吗 这些公司买理财的理由 都是为了盘活资金 增加收益 这个出发点没有问题啊 但这么大笔的真金白银 投资出去 咱能不能出发前 先查查信息 先排个雷呢 你要说 他们是因为蠢才这么干的 我是不敢信啊 就是不知道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利益往来了 而这个事情也从另一方面说明 A股有不少上市公司手里的钱是闲着没处花 而与此同时呢 很多上市公司 他但凡能有机会全钱 不管是不是真的需要 医疗行业的反腐风暴 都快要刮成龙卷风了 这两天呢 先是有湘雅三院的医务人员联名举报 科主任 再有深圳南山人民院的党委书记 被人举报 说他涉嫌多项违法违纪 而且之前呢 上海颁布了一项举报奖励办法 举报者最高可以获得一百万的奖金 那么像药品 像医疗器械 这都属于是重点关注领域 就有网友说了 按照这个标准 越看越觉得自己的同事 长得像自己房子的首富了呀 咱们先来说一下湘雅三院好了 在行业里是素有北邪和南湘雅之称的 它的知名度很高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湘雅系这几年是不断的在出事 首先到2021年的时候 湘雅医院原来的副院长 疑似在跟业务对象润滑关系时 导致陪逝女子的心脏骤停 虽然说最终消息没有证实 但是随后这位副院长被免职了 然后就是2022年 湘雅二院的刘祥峰被人举报 说他过度医疗 没病变有病 小病变大病 就为了多收钱 随后这个人就接受了调查 但是调查结果 目前都没有公布出来 再有就是最新的 湘雅三院危重症 医学科的主任 被所在科室的9个人 联名举报 说他伪造医疗文书 绩效分配暗箱操作 同时还打压排挤同事等等 而深圳南山人民院的党委书记 被人举报的相关材料 就长达19页 主要就是说 他不光生活作风有问题 还伙同情妇 串坏医疗好财 骗取医保资金 操控设备采购和洗钱等等 还说这位书记 是随时有可能潜逃出境的 那目前南山区卫健局说 相关的举报材料已经掌握了 正在调查 而书记这边则在大声的喊冤 说举报材料都是诬告 自己已经报案了 看来这个事情的具体真相 就得留给时间来证明了 有没有觉得 现在整个医疗系统 都快如乱成一锅粥了呀 上百家医院的院长书记 主动或被动投案 多个医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被带走接受调查 整个A股医药板块 是连续大幅下跌 以及多地卫界委公布举报电话 再有呢 就这层出不穷的举报事件了 可以说 这场全行业的系统性的反腐运动 就像是平静的湖面 被投下了一枚炸弹 一声巨响之后 大鱼小鱼都蹦出了水面 反腐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呀 前两天的消息 广东中山一家医院的院长 被抓之后呢 居然患者人均看病的费用 就少了1400块 要知道咱不是还有6亿人 每个月的收入都不到1000块的吗 所以呢 反腐一定要抓 抓得越狠越好 但是运动式的反腐 固然威慑力极强 可是一阵风过去之后 又会怎样呢 如果后续没有系统性的制度安排 全力不受监督 牛是来了朋友们 不光是牛 还是疯牛呢 不过先别激动啊 这牛是不是咱们的 是日本的 真的跟疯了呀 你看看日经二五指数这个走势好了 今天三万点 已经长到了33年以来最高的位置了 本来小日子就过得挺不错的 这回过得更好了 因为天天都是跳空高开 然后高走啊 早上一起来账户里就多了比生活费 你说这小日子能不滋润吗 给我嫉妒的都面目全非了 咱们A股呢一直流行种说法 叫做缺口理论 高开留下了个缺口 就得跌下去给补上 那你说日经这一天一个缺口的 立定跳远色的涨法 对咱们A股来说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 而匪夷所思的地方远不仅仅只有这个 举个例子好了 汇率 人民币只要一贬值 咱们A股就跟见了鬼一样的扑通往下跳 日元呢 人家是十年贬值了一倍 三年贬值了50% 三年前一美元能坏100日元 现在能坏138日元了 那你说日元贬值得这么狠 股市怎么还能涨呢 怎么他们就没人说资本外流的这个哨了呢 而汇率背后的利率同样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利息呢不到2% 而美国呢是5% 利差很大 所以呢专家们都说了 资金都跑到美的呢去存钱了 咱们A股没人买了 但日本呢 他们的基准利率是负的呀 负0.1% 如果银行执行基准利率不加钱 那储户不带没利息 还要倒贴银行钱 这个时候专家们又说了 日本坚持低利率 给市场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可是这个时候怎么就没人说 去美帝那存钱的事了呢 你看人家巴菲特 不仅不把钱存在国内 还大笔买入日本五家商社 利用日本的低利息借钱 去吃他们的高分红 想起来是不是挺不平衡的呀 再仔细想一想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 因为长期来看的话 我们虽然总说 十年前A股3000点 现在还是3000点 可是日本呢 说好听点 他们现在是创了 1990年以来的新高 说难听点 近30年来 甚至近40年来 日本股市都是在原地踏步的 从这个市里 咱们能够得到什么结论呢 那就是利率也好 汇率也好 这些东西都只能是 在基本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发挥作用的方向因素 而决定市场的 基本变量是什么呢 肯定是经济增速 以及企业的盈利增长啊 那我们的经济 从08年开始 就逐步的从高速增长 过渡到了中高速增长 这期间还受到了 很多外界因素的扰动 所以呢 咱们一直都是在3000点 而日本经济 40年前开始失速 进入到了失去的30年 经过长期休整之后呢 虽然没有恢复 但现在出现了向好的苗头 并且确实 他们的股市估值比较便宜 所以在漫长的下跌之后呢 最近就开始了一段上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这个事情或许就是这么简单 那至于资本 要不要流入的关键 其实还是在于市场中 有没有你值得流入的资产呢 但如果说要像日本那样 跌到足够的便宜 才值得购买 这也不见得是件好事情啊 需要等40